真的是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为他现在有可能要面临被驱逐出境了 特别是啊 其实这个影片曝光之后呢 原本说要支持Makio的人 现在都不敢出声了 Makio本人是持续躲在家里没有出面 他的经纪人现在也不接电话 而他的好朋友黑人说 没有人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 甚至制作人沈玉玲 要他永远退出演艺圈 而昨天其实有一些制作人 还有包括他的老板 柴志平以及吴宗献都出面说 应该要给Makio等人一点机会 结果在网路上被网友骂到翻 游记龙辉欧商灵性司机最新影片曝光 Makio就这样对着灵性司机踹上好几脚 再度引起渲染大波 事件进入第八天 Makio持续躲在家中 不敢出来面对跟道歉 经纪人不接电话 也不愿针对踹人事件回应 只跟记者简讯回答 并没有要开记者会 显然不知如何是好 踹人影片曝光 证明Makio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就连跟Makio情同兄妹的黑人 也忍不住说了重话 这两天公开相挺 愿意再给Makio事件相关 艺人机会的柴志平 五宗线都引起网友批评 很愿意啊 如果我们有适合的角色 其实一定很愿意的 因为我们私底下跟Makio 大S啊 平常大爷很熟 那我觉得她真的是 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8号受访立体Makio 还说愿意给机会 让她拍戏的偶像剧 叫母柴志平 这段言论被网友骂翻 还讽刺了说 是不是要拍那一页 我们一起打的司机 还扬言要抵制 柴志平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我现在要让Makio去演戏 前面的20分的错 都已经是错了 现在又要打人 这是已经本来80分的错 我们怎么还会认为 这是对的呢 对我们来讲 他现在是一个罪人 他不是一个艺人 柴志平立体Makio被骂翻 另一个也被扯入的 还有综艺天王吴宗宪 挺自家艺人鸭子 却因为说事发地点 不是荒郊野外 并非恶意 气人不顾被批失言 网友戏称 吴宗宪提油桶救火 成了反效果 那个鸭子 其实是配角里面的配角吧 Makio事件越演越烈 犯错不承认 还用谎言粉饰 最新公布的影片 他就这样狠踹司机 随着证据越来越明朗 Makio根本全程参与恶行 连日试图用谎话来粉饰的说辞 相当离谱 一电视综合报道